山頭的颱風緩慢的接近臺灣 而現在高雄市區晚間之後 其實雨勢是忽大忽小的 現在晚間仍然是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但是我們現在人其實位置是在高雄的瑞峰夜市 今天是週二正常來說其實是要營業的 不過也是因為高雄市已經宣布要停班停個 所以其實在瑞峰夜市這裡是沒有很多攤商來營業 尤其像是前方這些吃飯的 吃的攤位幾乎都是停止營業的 我們也問到了真的有攤商是今天還特地來特地加固這些裝置 來看一下現場狀況 對 颱風放假 對對對 所以想說都一起放 對 一起放然後來把攤位就是綁好這樣 綁好 看一下你們做了什麼的固定 你們做了什麼的固定嗎 把那個繩子就是台子 捆在一起 不然那個風很大的話下面輪 我會自己跑出去 牌子 那個風很大的話 對 離我們在前面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攤商其實他們都綁上了繩索 也有一些攤商他們是因為這些遮雨棚其實都是有一些漏水有破洞的狀況 是特地冒著風雨來到現場要來貼膠帶把這些漏水的點給裝上來 其實現在在高雄市區忽大忽小的雨勢也真的是讓很多市民有些人就不想出門了 也因為其實明天十二號高雄市府已經宣布要停班停課 其實全台都是停班停課的狀態 也因此要提醒一下民眾 其實牆台山陀兒是緩慢逼近台灣 氣象署已經擴大陸上警戒範圍 其實目前暴風半徑已經接觸到了高雄這裡 也預計它目前的位置是在高雄的南南西方 大約180公里處 預測是在20號晚間大約8點左右 有可能會在高雄西方30公里處 因此要提醒一下民眾 其實在高雄這邊還是要 可能要注意一下天氣狀況 雖然在晚間雨勢是忽大忽小 但是仍然都是要特別注意外出的情形 這麼快溫暖嗎? 叫什麼? 很… 我想的是一個空間的範圍